大家好,我是叶飞 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命令 快速修剪,并且组合曲线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这一些曲线 快速的连成一条线 那可以接顺的地方呢 它就自动接顺掉 像这种尖角的地方,它就自动保留掉 那,给大家演示一遍 选取这个指令 这里呢,有角度共差 这里呢,有逼近共差 组合物体,默认的是组合的 删除输入的一个物体 那我来先试一下功能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做个补对面 对吧 我们手工的话,要取线 取完之后,然后还把这里接起来 对吧,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用这个命令呢 就直接这样一路点过去 它也可以这样子 不要一次点也可以的 好,点完之后 它就自动把它变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物体 看到没有 我们再把控制点打开 它是自动把这条线都已经给优化掉了的 那优化它肯定会有一个依据 那么这个依据呢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角度共差 按这个角度来 自动优化 然后逼近共差 比如说这里刚才不是有一点距离吗 对不对 那只要在符合这个共差 0.1的共差之内的 它就自动把这一条线给结束掉 组合物体就代表你做出来的这一条线 它是组合在一起的 删除原始物体 这个选项呢 如果说它是曲线 它就会把自动把原始的删除掉 好,然后我们再把这条线炸开看一下 它就是三条曲线 看到没有 这里一条,这里一条,这里一条 它的功能呢 就是说快速的修复并组合曲线 这个指令呢 在2.0上面也有一个 也有很多改动的地方 比如说在2.0里面 只能一次的去选取 对吧 只能这样子一路圈过来 那么在2.1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这里选一个 这里选一个 这里选一个 对吧 在2.0里面 这一样的动作 这样的 它是出不来的 在2.1里面的话 它可以自动修复掉 自动组合 组合成一个 封闭的 其他的多余的地方都修剪 那么它说哪一个修剪的哪个保留的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就是你所点的位置 依次选取不能夯选的 你点哪里 它就保留哪里 你看啊 我现在选的是中间 它就保留中间的 如果说我选的是外面 这两个点 它就保留外面了 就这个意思 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